作词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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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说 怎么 怎么做的 就是泡了 好 烫热一点 好了 好 烫热一点 那个茶叶 你放在冰箱里面 对 茶叶 就是最好 保箱 在冰箱 多少时间可以 保箱 就是保质器 是不是 那一般是可以十八个而已 都放在冰箱里面 嗯 那如果是再过一段时间来喝的话 可能能喝到纯度 嗯 那那个茶主要是 没有这个新鲜 但是有感觉是纯度 不是新鲜的肚 那正常第一遍是 如果是工夫草呢 第一遍是洗 就是第一遍要先洗掉 这是历史以来的一种做法 嗯 但是后来是一种设备的 所以说不一定有 以前是用脚来擦 用手来磨的 嗯 所以说历史以来 它变成要洗一瓶 洗掉 那如果正常会泡工夫草 去烫一下杯子 为什么 为什么用 这么小的杯子 因为如果茶是用来品 不是止渴的 是品出感觉 品出快乐 嗯 要品的有意义 因为 因为我们 英国人常常用 比较大的茶壶 嗯 放在大茶壶 做一个大杯子 哦 做一种喝茶 嗯 它是在喝茶 那如果中国的这套的理念 是叫工夫草 嗯 是在品茶 不叫喝茶 那如果是说这个工夫的话 你要掌握到茶壶的这个 正常的一种 正常的一种 一种生命力 泡出最佳的味道 嗯 才是能让 旁边的感受到 喝得到那个 感受 快乐 然后这个这个 这是第二样 这是安西的铁观音吗 对对对对 这个就是安西的铁观音的 很美的泡 是要有一种 一套一种 一套 一套 才能泡出最佳的味道 嗯 然后铁观音就是 安西的 和茶 铁观音 嗯 就是中国的一大瓶茶 对 那产地是一定安西的 不能飞的地方 嗯 它是适合的土壤跟空气 嗯 所以叫半花校的铁观音的乌龙茶 嗯 可是铁观音和乌龙 有什么不一样 那就是铁龙茶是我们 中国 福建省所有的茶 都叫半花校的 嗯 都叫铁观音 那铁观音 只是里面的一种 一种 一种 就像 李如你买的那大黄泡 也是半花校的铁龙茶 嗯 但是它是五一山的盐茶 对对对 喝的是一种盐味纯度 嗯 那铁观音喝的概念啊 现在后来的铁观的这种感觉啊 嗯 鲜口感的感觉啊 嗯 喝的是鲜度 嗯 纯正细腻的感觉 嗯 嗯 那如果在品茶之中呢 第一要心情要比较好的 舒畅一点 感受到 才能一家人的这样子的快乐 嗯 所以就能品出感觉去 嗯 那如果是像你说的那个福道 非道 只是在止渴 只是在喝茶 那一般的铁观音联系的冲泡呢 是差不多在七变 嗯 如果历史以来素上水的 就是七变还有余香的话 那证明这个茶碗的体现出 真正铁观音的硬味 那如果是在质量的高地 这个有时候在价格上面啊 浮躁很大 嗯 那如果你喝到铁观音的感觉呢 如果是在气泡有余香 那证明体现出这个铁观音的砖茶 细腻兰花的香味 像奶香型一样 如兰花一样细腻的香味 然后你这样加水 多次加水 七次左右 嗯 大概大概七遍左右 对 但是掌握这个泡法呢 比如说茶 你要来掌握啊 比如说对方喜欢浓一点 你就多增加五秒 嗯 如果喜欢淡一点啊 就少五秒 如果我是在 我在泡茶 让你喝得舒服了啊 證明我功夫已经到手了 我知道你喜欢的口感 所以说功夫在前面 喝茶在后面 一定讲究人啊 要细腻的一种 比较细腻舒畅的感觉 嗯 然后第一次加水 做茶 不是 正常的 西茶的 第一次 做茶 给人喝 就是三十秒 四十秒 对 或者 一般来说 要上三十秒 三十秒 因为如果是第一泡 我们茶前比较紧 所以要冲泡的时间 稍微长一点 如果是到第二泡 可以稍微调低一点点 调低一点点 调低一点点 一个就是 感觉 或许这个泡茶的一种交流 首先呢 你就问一下朋友 你觉得淡了吗 或者聋了吗 如果他的感觉 我们直接就改进 改进我们的机条 让他喝得过瘾 找到快乐 找到感觉 那就是功夫在此 这个是 技巧应用 最好的一种功夫 谢谢大家 i know you i know you i know you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